这就撩上了 导演 导演好 你好 孟老师 导演 毕竟我跟明薇 马上就是要澄清的关系 我这不是撩 是向她表达 一颗赤诚之心 行吧 明薇 明天就是你的第一场戏了 回去之后 好好琢磨琢磨剧本 你是我们这个组 唯一的新人 平时要多谢我们老师 和陈老师学习 不要掉队 知道吗 好的 导演 我会努力的 行了 早点我回去休息吧 后面的拍摄任务 冲着呢 导演 我还有点事情 要跟你沟通一下 好 导演再见 那我先走了 好 我先走了 走了吧 他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进来吗 天哪 他还没走 穆老师 穆老师 何事 我还是个新人 希望以后有机会 可以多多向您学习 我可以考虑 有空的时候教你 不过前提是 你得先让我看到你的诚意 您指的诚意是 你得 你得 他靠这么近干什么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钱规则 前几天 我看有了小报 上面说 这个剧组啊 是有钱规则的 可能是谣传啊 但这个新眼怎么没有 别过来了 再过来我就要踢人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 作为一名演员 我们最好的诚意 就是做好功课 更好 更加深入地理解角色 和对手演员碰撞出火花 希望你的表现 没让我们白等一个月 放心吧 穆老师 谢谢穆老师 给你一天的时间 证明自己的实力 穆老师 你还没想到 您刚刚的话 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表现不好的话 还是会被换掉 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 在这个圈子里混了 晚安 如果你表现不好的话 还是会被换掉的 之后 就很难在娱乐圈混下去了 晚安 真的是无语 你以为你是谁啊 玉皇大帝如来佛祖吗 真把自己当太富了 以为别人的命运 还要靠你来改写 虽然吧 我也没想要大红大紫 但是就这样被开掉 也太丢人了 你是何人 微臣沐云 见过公主 你们禁走了我的蝴蝶 快去给我捉回来 不然 我就不让你们走 蝴蝶乃李公公禁走 微臣自认无罪 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你快去给我捉蝴蝶 你快去给我捉 我不管 你就想给我捉 我就想那个蝴蝶 你快去给我捉呀 快去吧 快去吧